你都否定中華民國憲法 那你怎麼做中華民國總統呢 口誤成中華民國已經很over 你修正的時候你還說 我漏獎了憲法 一樣啊 這就是他的真心話 他就是瞧不起中華民國 蔡英文就直接說 啊算了這個你不要回答我 就符合了柯文哲說的台獨歸孫 都搞了幾場 那個賴清德真面目就大現行了 我講再一場賴清德會出事 我也是人 我們從這個開始談嘛 你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而且你不是第一次從政 你就著中華民國憲法宣誓是 當選立委的時候 當選國大的時候 那你連任立委這麼多年 又做過台南市市長 那你還做過行政院長 你還做過副總統 副總統也要宣誓的啊 要 對不對 那副總統做了4年 然後你現在要選中華民國總統 你竟然中華民國 講得不清不楚 中華民國憲法 你就算說你口誤 你都否定中華民國憲法 那你怎麼做中華民國總統呢 賴清德 他是想要攻擊說 你的中華民國憲法跟九二共識綁在一起是危險的 他是想要攻擊這個 可是這個論述要很謹慎 你不可以漏字漏詞 你應該要完整的論述說 侯友宜想把九二共識跟中華民國 綁在一起當護國神塞 這到底會促進和平還帶來在那還是個問號 如果是這樣子完整論述比較不會有問題 當你今天講中華民國 你口誤成中華民國已經很over 你修正的時候你還說我漏講了憲法 一樣啊 像我都覺得這就是他的真心話 他就是瞧不起中華民國跟中華民國憲法 他早就他2019年他要選那個 跟蔡英文初選的時候 他每天跑去找郭寬明 就是啊 郭寬明要他做什麼 中華民國不存在 自憲證明 自憲證明 所以他是根本上的是討厭現在這部憲法 就是中華民國不存在理論 就是去中華民國論嘛 他就是要那個什麼台灣主權未定論 對啊 所以呢這個中華民國憲法 他們認為根本沒有用 對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蔡英文 現在能夠還跟對岸 我必須講對岸還沒有跟蔡英文翻臉 關鍵就是因為他還在講憲法 賴清德兩個東西去出包 一個是講這一題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柯文哲 那個台獨的那個問題 好幾個月前柯文哲每次說 我到辯論場上我就問這一題 他說謝題沒關係 你答得出來就是 結果賴清德還可以講出說 他把他那個台獨定義講出來有沒有 就第一個主權在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的人民嘛 第二個就是那個中華民國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嘛 然後說這就是台獨定義 你怎麼冒出台獨呢 第一個 你去定義台獨幹嘛 你定義台獨的用意是什麼 表示你是要往台獨的方向走嘛 對嘛 然後第二個你的定義是 你的定義就是蔡英文的四個堅持 對 那就是在講我們正在台獨 我們ING 所以你知道 昨天喔 昨天看那個 蔡英文跟賴清德 他們一起開記者會 那個應該踢台記者啊 問他說那個 你國歌舞黨首歌你有沒有唱嘛 就問賴清德嘛 就沒唱他就舞黨 他認為是國民黨 他就這樣動動動嘛 然後蔡英文就直接說 欸問你耶 然後啊算了 這個你們 你不要回答我那個 就不想讓賴清德講話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出一道題 到底是漢子還是鬧爪 你就只有一個嘛 結果就符合了柯文哲說的 台獨歸孫嘛